17岁的年轻男孩,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坏血脂啊,高达7.0毫毛每升 他的母亲带着他去医院看病先看的内分泌科 内分泌科的医生呢,建议他改善生活方式为主 孩子太年轻,先不用吃药 他的母亲不放心,又带着这个男孩看了心内科的主任 心内科的主任说,快点尽快启动降脂药物治疗 这是昨天一个母亲找我问 说张大夫,我们那儿到底这个医院里内分泌科大夫说对 还是心内科主任说的对 我当时就说,我说心内科主任说的对 孩子一定要尽早的正规治疗 这就提到我们高血脂领域的一种特殊类型 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人呢 一般来说在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的情况下呢 低密度脂蛋白都高的很多 他跟咱普通人不一样 普通人呢,可能高不到这么高的水平 而他这么高的低密度脂蛋白 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处理 后期呢,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是在年纪轻轻的年纪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这个男孩呢,我第一点建议他 听从心内科主任的意见 及时正规的启动降脂治疗 第二点呢,也建议他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要查一查血脂的相关基因谱 尤其是最常出现问题的 那几个导致我们血脂异常的基因 其实这个男孩从我们经验上来说 很像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杂核子性 后期追问病史啊 他的母亲平时生活很健康的情况下 低密度脂蛋白也是5.4毫模每升 更印证了我们的猜想 所以说呢,今天提醒大家在现实生活里 如果说你在生活非常健康的情况下 低密度脂蛋白超过4.7毫模每升 一定第一个找到专业医生进行正规治疗 第二个有条件的情况下 注意筛查一下基因 看看有没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当然一部分人还要注意筛查 运动平板心电图等相关检查 看看有没有冠心病的情况 这就是张大夫今天想通过这个视频 讲给大家的 最近我也会讲更多血脂方面知识 大家点个关注 咱们后头听更多 咱们后来讲